哈喽 啊 双十一过去了 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反正是感觉身心疲惫 喝点水压压惊 这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啊 我们又恢复了打工人的身份 熬夜疲惫 睡眠不够 天气一冷 火锅奶茶上火不断 这脱发呀 斩斗呀 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呢 三女妈的衍生频道又展现了 我觉得在工作强度大 饮食作息不规律的情况下面呢 每周最好是能够有三天的时间 拿来给自己运动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状态 越来越差 越来越狼 甚至是一点都不想动 为了身体的健康啊 一周三次的运动 真的是已经很少很少了 大家可以在这三天的时间里面呢 做瑜伽 做普拉提或者是帕梅拉 不一定非要去到健身房 在家里都是可以做的 也不一定非要有多强度的一个运动量 但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去活动一下 如果你实在是没时间去运动呢 要怎么样才能够降火 让气色变好看 让自己更精神一点呢 那么当然是要结合学位啦 今天依然不会讲太多 免得你们记不住 讲四个我自己感受最明显的学位 首先第一个是永泉学 《黄地内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胜出于永泉》 永泉者足心 这个位置呢它是在足底部 叫传起来的时候呢 足前部有个凹陷处 按入这个学位呢 能够滋阴降火 缓解上火引起的口干 酸晕焦道的问题 按永泉学呢最好是在晨起 或者是睡前的时候去按揉 用大拇指去按揉它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太冲学 这个学位呢在第一第二指鼓之间 可以缓解头痛头晕 失眠 帮助降压 和改善女性的一些复刻问题 第三个 赵海学 它呢在足内侧 内怀肩下方凹陷处 按压这个地方呢 可以缓解干燥 木赤 失眠等阴虚火望引起的症状 按揉赵海学的时候呢 我们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也不用太用力的去按揉它 但是这个学位呢 也没有非常固定的一个点 大致在它的周围 有那种站站的感觉就可以了 最后第四个就是三阴雕 它的位置在足内怀 善缘四指宽的地方 三阴雕呢 是女性保养的重要学位 多按揉这个地方呢 可以让女生的气色变好 三阴雕这个学位呢 真的是对女生保养上面 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这四个学位呢 是对于我们熬夜后产生的一些 头晕头疼 失眠 然后面色暗黄 气色不好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呢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去做的 在睡前或者有时间的时候 给自己做一个半松按摩 也是非常舒服的 当然我也考虑到 某一部分的女孩子呢 还是比较偏懒的 那么你就选择中药包泡脚 中药包泡脚 应该是这三个方法里面 最最简单的了吧 里面呢 可以自己搭配 像一些爱草啊 异母草啊 老江当身 独活 红花等等 这些呢 都是可以在药店买到的 买到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煮来泡 不过我觉得运动按摩 也都挺简单的 当然了 如果你有时间 也挺勤快的 想让自己身体呢 变得更健康呢 三者都可以一起做 尤其是像我自己 泡完脚之后 再配合按摩 哇 整个人睡眠的质量会很好 像我晚上11 12点睡 早上6点钟起来 也没有觉得自己 感觉很疲惫啊 很憔悴啊 这种 我是比较喜欢 就是泡完脚之后 再配合一下按摩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运动啊 血位按摩呀 还有泡脚啊 等等来改善呢 还可以搭配一些内调的 比如说 大家现在听到的 很多养生茶的方法 但是呢 在我这几年的养生之道里面 我其实也是有发现 有很多养生茶呢 确实是还挺不错的 但是有一些养生茶呢 规定就适合所有人 这些就是我平时会搭配着喝的一些东西 我没有像其他人那种 可能要买很多很多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几样里面 第一点呢 如果你因为熬夜之后 想要改善自己的气色的话 就可以搭配枸杞红枣和玫瑰花 枸杞呢 可以增强体质 红枣呢 可以补气血 那玫瑰花呢 可以美容养颜 但是呢 玫瑰花茶的话 不适合 平常有便秘的 皮胃比较虚的 还有正在月经期间的 就不适合去饮用玫瑰花茶 第二种 可以缓解痛经补气血的 红枣加山楂加红糖泡水 第三个呢 如果你很爱火锅烧烤 这些油腻的东西呢 吃多了之后 如果想要解腻瘦身排毒的话 就可以这样搭配 枸杞加菊花加山楂再加橙皮 看到这里呢 你们会发现 我好像很喜欢用枸杞啊 当然枸杞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枸杞呢 不适合正在感冒发烧的 身体有炎症的 或者是正在腹泻的人去吃 大家都知道 菊花茶是比较好的 降火器的花茶 但是呢 它不适合胃寒 皮须感冒 还有孕妇 这一类人群去喝它 还有我刚才说到的橙皮啊 它有开胃啊 有消化的一些作用 但是呢 它不适合本身就内造内热的人 经常喝 偶尔喝一起其实没关系 接着呢 就是你经常熬夜 干火万圣 容易暴躁的 应该喝什么茶呢 枸杞加菊花 另外可以再加一点冰糖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女生最关心的 怎么补气学 美容养颜的花茶 我会比较喜欢红枣 搭配枸杞 桂圆肝 再加一些红糖 红糖的话 超市也有挺多选择的 比如说是这种单纯的红糖 还有种呢 就是姜糖 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有很多东西 确实是能够帮助身体 更加健康的 但是也有一些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考一下 我刚才说的那些花茶搭配的话 也要先了解清楚 自己的身体状况 关于身体那条呢 不仅限于这些花茶 还可以从一些食物里面去获取 比如说我特别钟爱的杂粮粥 尤其是黑米红豆粥 或者是小米一人粥 有时间的话 可以给自己炖个银沫羹 或者是蜂蜜炖奶 都非常好吃 蜂蜜炖奶的话 就是用两个鸡蛋青 再加一点牛奶炖出来 非常非常的好吃又健康 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气色 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的话 一定要采用比较科学的方法 当然还要先了解 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 然后再去采取一些 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些方法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作为打工人 一定要知道的一些养生之道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大家熬夜的同时 也要多多养生哦 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